中俄战略演习率先在海上打响,大批军舰现身日本周边开火。 日前,中俄东方-2018国际战略军演即将打响,除了两国近30万部队之外,俄罗斯还出动了海空军和战略火箭军。 其中俄太平洋舰队将出动大批军舰在北太平洋展开大规模实弹演习,检验太平洋舰队的实战能力,而在东方-2018军演正式打响之前。 俄太平洋舰队率先出海,据日本统合幕僚间8月31日最新消息,从当地时间29日凌晨到30日上午,大批俄军舰艇现身日本近海,穿过日俄之间的宗谷海峡进入太平洋,并在海上展开实弹射击训练。 赞助商链接 据报道,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了大批军舰和飞机进行了全程监控,驻日美军也出动了多架飞机半飞。 根据自卫队PE-3C列护佐巡逻机的统计。 在一天之内,共计有14艘俄军战舰现身日本土周边海域,包括一艘几落极常规潜艇,而美军方则认为,至少还有两艘核动力潜艇也参与了此次行动。 据统计,俄军出动的舰艇包括一艘新型机密及隐身护卫舰,两艘格里沙级飞弹护卫舰,六艘独知诸服三型轻型护卫舰,一艘综合补给舰,一艘医疗船和两艘海上救援船,其中自卫队还是第一次拍摄到机密及护卫舰的照片。 赞助商链接 实际上,日方近期捅了大搂子,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,俄军举行东方-2018军演的一大目的就是震慑日本。 近期日俄两国围绕住南千岛群岛,日称北方四岛,的归属问题再次产生了严重分歧,甚至有日鹰派人士叫嚣要派出多搜准航母武力夺取北方四岛。 俄军方的回应非常简单强硬,直接派出大批战机和军舰在相关海域展开军演,然后又借助东方-2018军演的机会,出动超过20艘军舰在日本附近的厄霍茨克海展开军演。 面对俄太平洋舰队的悉数出动,日方的好战情绪明显降低了不少,实际上面对日俄之间的争端,即便是美军也是爱莫能助。 多次重申不会介入日俄领土争端的原则。 军事专家表示,虽然美日共同防御条约规定,在遭到侵略时美军有义务提供支援。 但是如果自卫队试图主动夺取北方四岛,则不属于美军支援的范围,因此如果北方四岛爆发冲突的话,日本只能寄托于自身的军事实力了,而这在面对俄罗斯时无疑处于绝对劣势。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